现在我们来谈谈 这个最近国际社会有很多的演习 而且这个节气慢慢慢慢变化 已经进入了夏天 我们都知道夏天因为天气稳定 除了这个在北半球 除了会有热带气旋低压 形成所谓的台风 除此之外 大体上整个天气会比冬季 东北季风一阵一阵的冷风南下来讲 这个在低纬度跟中纬度的国家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进入了军演的旺季 而军演的旺季之中 都会想办法去插入了很多跨国军演的 这个就是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今天到了军演旺季 看到跨国的军演陆续的登场 其实我们真的是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都讲说 这个很多人讲说一年有几季 一般的这个小学生的回答就是四季 春夏秋冬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去问做生意的 他就告诉你两季 哪两季呢 就是淡季还有旺季 对不对 可是你问了这个军队呢 军队说一年不论有几季 我们是一年365天52周 跟7-1124小时永远保持战备 但是你问呢演技呢 这个演训呢或演训的活动 演训活动有些是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但是呢有很多的是希望在啊 风和日丽 而且要气象条件的稳定的状况之下举办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跨国军演陆续登场 请大家也不要过多的解读 认为啊 哪个军演一定跟哪一个军演去别苗头 或者哪些军演啊 一定啊是在那边啊 互线啊 展露颜色 或者啊这是借由啊政治示威 这些都是三岁小孩子的想法 首先我们先啊来谈一个 我们大家应该关注的经验 就是啊北京跟新加坡的联合军事延期 我认为啊 这个北京跟新加坡啊 这个军事的关系啊是有所提升 从2019年开始啊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双方签了很多合作的协议 而且呢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部长黄永红啊 这个前往啊去啊访问啊中国大陆 而且呢去参观了很多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都会看出来 这是中国大陆啊 极力的交好这个新加坡 而且提升是提出了很多啊 就是说这个提议跟提案 以及合作交流的项目 但是相对上新加坡还是相当的审慎 因为新加坡呢 希望能够啊这个 不要啊特别去贴近哪一方 而且啊根据他实际上的需求 而且让他们不要啊 在啊政治上多做文章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这个双方啊在2021年已经展开第一次的军事的联合演习 但是呢我们啊分析军事联合演习啊有好几个参考的指标 第一 这两个国家有没有真实啊建立啊军事同盟关系 都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所以啊中国大陆啊基本上也讲说他们呢不会去牵任何的就是所谓这种同盟关系 唯一一个美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具有啊协防或者同盟啊这个资源的义务是对啊北韩 而对北韩啊北朝鲜那是历史啊的遗留 那但是呢那也是啊到现在为止也没一个没有办法去结束的关系 在这种状况之下 北京跟新加坡两方的所有的联合演习 我们都应该把它啊这个视为啊是纯粹军事交流的关系 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希望透过联合演习增进双方之间相互的了解 可是呢该啊管制发射的信号不使用的装备避免被对方收集的参数都会啊这个非常啊审慎小心 甚至呢走入啊很多的舱间该掩盖的装备或者啊不给啊这个对方看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会啊做得很啊审慎 也就是说今天啊这个新加坡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规矩的军队 而且呢解放军呢也有一定的水准 双方之间都知道哪些啊交流能到什么样的地步 相互呢有啊保密安全 而且呢这个所谓的保密的管制都会做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只是啊大家在那边比虎切说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会盟这纯粹就是军事交流 能不能支援同盟啊协同过战作战的关系 答案是不能 能不能增进啊相互之间了解跟沟通呢 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联合演习都必须思考 他究竟啊性质是如何而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但是换过头来我们来看美国跟菲律宾 美国跟菲律宾呢那种肩并肩的演技啊已经啊行之有年 而且有很多啊作战的这些啊这些这个科目也都在验证 他最主要是验证很多作战的想地 但是跟美国跟菲律宾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协同作战的啊针对哪个假想题 协同作战的计划 他们啊只是将各个不同啊可能会运用的到战绩的合作 分段的时间啊不断的拿出来演练 但有没有讲说我们要验证哪个作战计划 当然是没有的他会一个验证 假如我们这样做这些作战的想定是可以的 所以他会验证作战想定 但却不是验证作战计划 像美国跟韩国啊他有针对啊万一啊 这个北朝鲜大举难轻的时候 美国要如何从啊这个日本本土或者远程来支援 到了那边部队怎么下线 那个叫做验证作战的计划 但是呢菲律宾跟呢 美国是验证作战想定 那他的作战想定有没有特别指向哪一个冲突 或指向哪个国家 我认为这是存疑的 因为他有很多啊作战想定的科目啊 基本上是对了这个菲律宾啊 南部啊弥达纳俄那边啊 所谓啊内部的骚乱 还有啊内部的动乱情势 甚至啊与跟反恐还有相当的关系 所以呢我认为大家应该要要以健康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 特别是我认为所有的媒体啊不要胡乱啊相互牵扯 而且呢绝对没有说什么这个呃北京跟啊中兴啊 北京啊跟新加坡的军事啊这个演习 特别搞在南海跟到美国跟菲律宾啊 兼并兼演习啊都还没结束 两边啊就在那边把正式把开互编苗头 你也太会编故事了 你知道这个绝对没有这个 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搭嘎 大家各有他而且档次也不一样 而且啊这个相互之间所验证的歌墨也不太一样 而且呢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 有很多人啊都讲说今天啊 美国跟菲律宾在那个地方演戏是针对台海 你啊演妈妈帮帮忙 你这个脑袋啊每天啊都在那边想到靠别人来啊 这个啊就你 我们台湾啊有一群没有出席的年轻人 每天就躲在键盘后面 到现在啊军队啊这个人不够用 还要想把警察转给军队 所以大家今天去思索一下 这些所有的问题你知道 就是啊每天在那边啊键盘后面啊做梦 但是呢我们也有要注意到很严肃的事情 我在这边呼吁我们要注意啊 到中国大陆跟新加坡的交流发展 中国大陆啊对于吸引啊 希望增进跟新加坡之间的 这个相互的军事交流的关系是非常认真 他们也希望啊透过提供新加坡训练场地 我们也知道新加坡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军事交流关系 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甚至更优厚的条件 我认为我们要注意啊中国大陆跟新加坡的交流的发展关系 因为我们要维护我们是要本身的利益 我们跟新加坡交往啊获得的是正面的 而且啊也要双方切拙之间对于我们维护我们的战力 即使我们啊支援他进行很多军事的训练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某些东西 他们也从我们这边曾经啊获得某些啊注意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关切 但要密切啊注意到以便要维护我方的利益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要肯定我们新加坡的朋友啊 他做事啊其实是相当有原则的 新加坡的朋友啊讲话是可以啊信赖的 所以我在这也要呼吁 我们必须啊要相信啊我们的朋友 我们新加坡朋友成我刚讲的 他跟中国大陆啊去军事啊 这个联合演习跟交流 该掩盖的会掩盖 该去遮掩的会遮掩 哪些能讲的哪些不能讲 他们拿捏的是很清楚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以这么小的啊 弹丸之地 但是能够将自己本身发展那么好 那是一个有体制 讲信用有规矩的国家 所以新加坡做事有原则 我认为我们新加坡朋友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想啊大家啊必须要了解 我们呢要注意啊中国大陆跟新加坡的交流发展 这个是我们必要的 但是呢我们呢也要对于我们新加坡朋友啊 要认真要信任 那至于呢我们调过头来看看另外一个方向 永远都认为美国跟非洲啊 跟菲律宾呢他的军事的演习啊力有用意 特别是讲说哦他啊这个哪个啊军演啊 跟我们啊只差两百啊公里如何如何来做 我认为啊今天啊这个啊 你真的是不要再鬼扯啊在这边啊壮胆 这个鬼扯的东西明明啊是跟台湾啊毫无关系的东西 而且他演的科目讲的也很解释的清楚明白 甚至这个演习的当口还邀请了中国大陆外长 前去啊访问菲律宾 我认为大家啊每天啊自己在那边啊鬼扯壮胆 然后自己在那边编故事来骗自己 其实啊真的是很糟糕的 我想啊还是要提醒 马尼拉啊是不敢去跨越啊某些啊红线 而且呢他已经讲得很明了 不希望美国将啊所有啊弹药囤除啊 在啊飞国的境内啊 尤其是针对啊台海的事情 所以呢他今天啊在这个情形之下 马尼拉不敢跨越红线 而且忙不迭的邀请啊中国大陆的外长 前去啊这个就是访问 那他岂敢惹火上升呢 所以在这情形之下 我们将美飞的军演硬是牵扯到 说将来是为了因应啊台海的状况 状况我认为啊这真是拿脸上贴金 而且呢这个就算美国当时可以用啊 这个就是菲律宾 记住菲律宾说他可以用哪些基地啊 基本上是用哪些基地来演习 可没有去同意啊美国驻军在那 所以每天啊在那边编故事啊 自己来骗自己 我想啊大家还是应该要用正常的心理啊 来啊思索啊这个世界才是正确的 您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跟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 还想管制网络 前置言论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 民进党关得了中天 关不了明星 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台湾绝对不用必 conscient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